歡迎收看非凡瑜伽節目 我是顧得頭顧李建民分醫師 那麼高雄這一次是 颱風這個就特別嚴重了一個區域 那大家今天是持續的放颱風架 我們台北的話也是放了兩天的颱風架 我在這個禮拜二的露營的時候 我就提醒所有的朋友 你們不要小看這一次 這個颱風的一個威力 結果又跟上次一樣 是這個南部的話災情比較慘重 其實我覺得放颱風架 是為了要保障人民的安全 你不要說老師這個 好像我們這個台北市的話 沒有什麼風雨 你要去想 如果說你放了這個颱風架 我就看到這個工商總會的理事長 他就講說 一天如果說放颱風架的話 損失好幾百億的台幣 人命比較值錢還是說 我們在這個國家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一個 損失比較嚴重 所以我說人命關天 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人民的這個算是生命 或是說有受傷 或者說這個可能呢 就是犧牲掉了生命 所以我覺得寧可放錯也不要少放 尤其是我們這個北北基陶的話呢 是屬於一個共同體啊 所以如果基隆看這一次的話呢 也是災風這個災害的話呢非常的慘重啊 那我真的希望投資朋友的話呢 你不要用這種好像這個 覺得說好像這個是不是氣象的預報有些問題啊 然後呢導致呢好像 放了不應該放了假 你要去想如果是發生在你的家呢 然後如果說呢有一些損傷 比如說淹水啊或者說呢有一些這個 可能呢受傷的話呢 或者說你的財務呢有受損的話呢 是發生在你家的話你會如何看待呢 所以我們在將心比心啊 所以我覺得啊 我覺得我們這個蔣灣蔣市長的話呢 放假的這個 決定的話呢是非常 明智的 你不要用這種高規格呢來看待說 老師又好像啊沒有什麼風雨啊 那不管如何的話呢 我覺得還好我們是放兩天的這個颱風假 要不然的話呢台股的話呢 今天開盤可能啊直接崩跌了大概200多點喔 你不要認為不可能啊 因為在我們放假的期間的話呢 第一天的美股的話呢是崩跌的喔 然後呢你看到以色列的話呢 受到這個伊朗啊200顆的這個 飛彈的攻擊啊 那大家的話呢幾乎都被揭秘啊 那我覺得呢這個中東的危機的話呢 是一觸即發 我並不是微言聳聽啊 我說啊如果 每一次啊因為非經濟因素呢 導致股市的快速下跌的話呢 我們應該有理性來判斷 那我也說呢沒有不能操作的行情 只有選不得的個股 那大家的話呢這個李老師也非常開心啊 因為呢明天是李老師啊這個生日啊 那李老師的會員的話呢也有這個 非常啊這個挺李老師的會員的這個 投資朋友的話呢就有領先的話呢 線上祝福甚至說呢 有生日的賀禮啊 我這邊要非常感謝 林小姐啊還有這個侯先生 那大家的話呢我覺得不是說啊 我的會員啊 好像呢送李老師生日賀禮的話呢 我就會特別的待遇啊 我都是什麼平等的看待 因為李老師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特色就是不能忍受不平等待遇 我也不會用不平等的方式來對待 不管是我的親人也好 或者說我的會員或者說啊 其他人都一樣 李老師呢都是什麼 平等的對待 你對我好我就會對你好 你如果對我的話呢是需要比較什麼 好像啊 不是呢這個很客氣或者說很理喻的話呢 我也不會客氣的啊 李老師就是這樣一個性格 但我講說人在做天在看 我們投顧也是良心的事業 我也希望我個人微波的力量的話呢 能夠帶起正面的一個力量 那像這個侯先生跟這個 侯太太的話呢 我覺得他常常在鼓勵李老師啊 甚至說呢他也幫李老師介紹了 不少的會員啊 那大家的話呢 我也希望我會盡一切的努力 來幫助啊你在投資股票啊 跌跌撞撞 或者說呢你沒辦法呢 累積人生財富的人 那我說啊有時候 這個我說下決定啊 比你啊想東想西啊 這個都來的特別重要 我說方法正確呢 也是比努力更重要 有時候我們在任何領域的話呢 你就是要找對方法 你如果方法不是正確的話呢 你會發覺事半要功倍喔 那如果花小錢能夠累積人生的財富呢 投資朋友你要如何抉擇 我相信呢從7月份以來的話呢 你也看到李老師啊 超乎市場預期的什麼操作績效 我們都是一檔接一檔 而且呢都有什麼 有口訊驗證有圖卡驗證 甚至會員呢也是什麼真實的參與 那我不是出一張嘴的分音師啊 說啊 只有我們買到又賺到的話呢 我才會說你看看我公布的成績單的話呢 真的不騙客位喔 僑服 我們待會員的話呢能夠在逆境之中的話呢 創造出 非常不錯的一個操作績效 尤其是呢我在除夕當天 我還告訴所有等級的會員啊 欸這所有等級會員通常都賺為僑服喔 後來我說僑服掉了什麼 密忘石 哇真的是什麼 因為大盤剛好在李老師啊 8月5號8月6號連續兩千百姓密忘石啊 飆漲了多少點 飆漲了這個三千多點啊 所以呢我的會員的話呢 獲利能夠什麼超過一倍 後來的話呢我們這個 操作完這個密忘石之後的話呢 建村 是不是一樣九成的獲利 這我上面講到的三檔股票 是所有等級會員通通都有喔 你如果在7月27號那你加入了行列 如果你沒有賺到這三檔股票 請那一勺我李建銘 就那麼簡單 我們公司現在有慶生會 你除了呢可能來我們公司的話呢 參加這個慶生會 大方呢 我們公司的話呢可能也是會針對呢這個 我們公司的這個公司的權益同仁的話呢 有這個慶生的一個參宴 那當然的話呢你不是李老師這個 這個喔不是不是不是說李老師 你不是我們雇的這個 集團的員工的話呢可能呢你就是 在旁邊這個欣賞也不錯喔 那當然的話呢 我也告訴各位啊我們絕對是千真萬確的喔 那後來的話呢我說建村第二的話呢 我是幫我的高等級會員量身頂住喔 那李老師的話呢也是破天荒喔 投顧也沒有投顧老師是這樣帶會員的耶 我當天買進9月6號呢買進 3227的原相 我真的是破天荒啊 我當投顧分析師以來的話呢 今年是第23年我是首次啊 當天買進直接什麼預測目標價 而且什麼 是預估喔是什麼 將近四成的獲利喔 不是說那我今天買的話呢 我預估的話呢賺10%啊那個叫什麼 那個大家都能達到的喔 可是我在當天9月6號當天買進呢 207塊附近的 3227的原相 我直接告訴我最高的兩個等級會員的目標價 280以上 是將近四成的獲利喔 這個應該是所有投顧老師的話呢 沒有辦法達到的境界 那如果哪個老師要PK的話呢 我也歡迎啦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喔 而且我也從來不跟主力掛鉤就那麼簡單 那你不要說李老師 你是在影射什麼 反正我說啊 人在做天在看 我們在做神秘做的事情 我如果能夠讓我會員賺三成賺五成的話呢 我不會5%10% 甚至呢 有時候隔日衝的話呢我們就獲利賣出了 所以你看李老師的節目呢 你幫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李老師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我節目就什麼 能夠賺到李老師一檔接一檔的標股的話呢 你就什麼期望過高啊 好 那麼 我今天是盤中呢 錄製的節目你看看今天的個分時走勢圖 你看 真的非常感謝呢 這個也不能感謝啊 因為呢我們剛好是兩天的台風價 昨天呢美股呢是 全面的上漲啊 那大家看到這個 香港股市的話呢在前面是大漲啊 而且啊 超越我們台股的這個加權指數 好 所以今天大半是開高的 那重點是開高往上拉的時候你注意看這個 每5分鐘的多方量是明顯不夠 所以你不要認為老師這些啊 一大堆數據啊 真的是什麼 佔空間啊 沒有喔 這都是獲利的關鍵啊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我也不能解說的太清楚 我之前呢也針對呢我的個人那個 獨特的看法的話呢 我說這個 通常的話呢 往上攻的話呢 價量這個 每5分鐘多方量 價量2度倍率的話呢 這邊絕對是你的賣點 我不是事後馬歐炮的分譯師啊 對不對 就好像呢你看看 在9月30號呢 當天的話呢 大盤是什麼 開低走低收最低啊 哇最後一筆的話呢 灌壓台積電 讓大盤跌破半年線 跌破這個月線這個季線的支撐 我難道有說什麼 我難道有說還會下單月線嗎 好那隔天往上漲的話呢 那又有很多人說 這個大盤的話 又要挑戰之前了 23079的高點 你不覺得這樣的分析要什麼 漲看漲跌看跌 我都是把話講到事前的喔 大後呢在放假期間的話呢 李老師呢 也沒有做這個 過度的一個預測啊 那因為我覺得呢 我們呢沒辦法這個 來決定啊 美股的漲跌 我也沒辦法決定呢 以色列呢會不會有重炮還擊嗎 這是不確定因素 當我不是很確定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隨便的做預測 但是 如果我有八成以上的把握的話呢 我會直接告訴各位大盤的方向 那老師那大盤何去何從 你趕快加利亞瑟的LINE 因為呢我會在什麼 今天的盤後分析 或者說我們在這個 周日最前線的這個LINE的裡面的話呢 我會領先做一個預測 但是我把大盤預測的神乎奇蹟 哪能讓你判案教學呢 對你沒有任何的幫助 因為你不是操作指數啊 你要賺的是個股的價差喔 我在禮拜一的這個禮拜二的節目中已經告訴各位呢 我們即將進場買進 原向第二的主流標股 老師那你到底進場了沒 還是老話一句 或你的權益 好那麼好的股票的話呢 你看看靖倫 我就不要拿出我之前在底部 剛剛起帳的時候呢 我說他形成一個頭肩 反轉向上的形態 那趨勢比人強的話呢 你要尊重趨勢 你後面聽到的利多的話呢 那個叫做加油添醋 對不對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他把他的story告訴各位 那如果高檔放利多的話呢 你要去想 是誰放了消息 那如果你是主力大戶 你是公社的大股東 你已經領先知道第一手的訊息 你會 等他漲到什麼 無法無天 三根以上的漲停板 你再去追高搶勁嗎 那如果你已經吃過了五千張一萬張 請問各位 難道你要當公司大股東嗎 不會吧 你大家是要賺價差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高檔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五千張一萬張的從來賣出去的話呢 唯一的方式就是什麼 放利多啊 就那麼簡單啊 所以你看李老師的節目的話呢 我很少針對當天的利多利空幫各位解析嘛 因為利多總在飆漲後 利空總在公跌後 就是有人比你先知道 對不對 春江水奶 鴨先制 鴨是誰 當然是公司大股東跟主力大股啊 好 所以你看9月24號呢 當時全市場沒有一個老師會講禁倫 那我是不是在Light裡面呢 直接講呢 我買禁 然後呢 我也沒講說大漲5% 我就說我當天買禁 哇你看上個禮拜我呢 早盤差點漲又穿波亂星 還是沒有老師講啊 為什麼 第一個 大家的認同度不高 第二個 比較難做生意嘛 我說如果我做節目是為了什麼 為了做生意的話呢 我就不是這樣的呈現方式嘛 我就為什麼 跟別的老師一樣禮拜二的時候呢 就把什麼 光通訊 CPU概念客股呢 什麼 就什麼 把它最強的股票呢就講嘛 不是聯益的話呢 就講嘛 聯光通嘛 但是呢 你要去想喔 如果大家都知道一檔股票呢 為何而漲啊 老師因為10月20幾號的話呢 有這個光電展啊 等到 人盡皆知的利多的時候呢 你認為 還有多少的獲利空間 好 所以你看上個禮拜五花那差點漲停又創波段新高 禮拜二 力所漲停又創波段新高 有口訊有真相 李老師不是出一張嘴的分析師嘛對不對 10月1號光輝燦燦燦的10月 光輝靜倫 力所漲停又創波段新高 刺困難難報勞 你看看 老師 別的老師都是三 三成五成一倍 你才13個percent 因為李老師是什麼 我是實事求是的 我不會什麼 做誇大不實的廣告嗎 你漲三成漲四成你真的賺那麼多嗎 我是用當天的什麼最高價呢 減掉我們平均買進的價格是13個percent 所以我們是真實的獲利 好 今天能追高嗎 你看一下6151的進輪 老師不能追高 因為今天現在對時間11點21分對不對 他是什麼 開低往上拉 然後現在什麼 現在翻黑不能追啊對啊 你已經看到他翻黑了你當然知道不能追啊 就好像大盤的話呢你看這個盤中不能追啊 但是呢 你在那個當下你會不會因為看到很多光通性的概念個股呢 表現很強你就亂追 你看308的聯氧的話呢你看去追的話呢哇你在這邊的話呢 做當充人的話呢你已經受不了這邊什麼 你就停損賣出現在往上拉伸 4903的連光通的話呢還稍微比較強一點你看看 他也是什麼震盪起盤啊這邊的話呢你亂追 你做當充人的話呢你看往下跌你是什麼砍在這邊啊然後呢 你在那邊又去放空的話呢你看看 看起來啊好像你都知道這邊應該賣 這邊應該買 然後呢這邊再賣 這叫做看圖說故事啊其他的老師朋友 你看了很多頭顧老師的解範就不都是這樣嗎 事實發生了才告訴各位呢 你應該怎麼做 就好像呢你看看這次的話呢 高雄的什麼災情慘重 你也會馬後報講說喔高雄的話呢應該什麼趕快做好這個反彈的措施啊 應該什麼 擋土牆啊或者說這個 這個防水板的話呢應該什麼多發一些啊我現在 看到這個新聞的報導的話呢現在比沙包更厲害了什麼 這個擋土的一個這個工具啊我覺得的話呢 應該善加運用 好那就要事後什麼 看圖說故事啊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能夠掌握未來行情的話呢他應該是什麼 能夠先知先覺而且呢事前的預告 不是等到大盤呢哇你看啊呢 今天的話呢怎麼樣怎麼樣的話呢才什麼 看圖說故事那對各位一點幫助都沒有對不對 好 所以能追高嗎 不能追嘛對不對 那李老師你今天做什麼動作 匯人的權益 齊貸科 你不要看他科就是科技股它是什麼 特用化學 我們 9月30號呢禮拜一買進強縮漲停 有空訓有真相對不對 9月30禮拜一公共齊貸科早盤買進強縮漲停 又創立子行高 持股務必報勞 為什麼要報勞 因為呢 隔天差一點第二根的漲停板 但是第二根漲停板能追嗎 你看我們兩天獲利15% 那今天的齊貸科呢 你沒有我的帶領的話呢你要怎麼操作呢 老師你今天的話呢有沒有做什麼 婚禮賣出的動作 貴人權益啊 好 那麼你看那李老師的話那亮眼的成績單都歡迎來查李老師的口訊 我覺得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好 8月7號你看看僑服的話呢我們什麼 高檔全數除清 我們是不是買在什麼 他除息啊當天除息1.1元的7月30號 8月5號再買的話呢你看兩次的買進的話呢 獲利啊 68%將近七成 話我說呢你錯過了僑服有沒有僑服第二 僑服第二是誰 密忘時啊對不對 8月5號8月6號我還不是只有買這兩天喔 李老師的習慣都是什麼 只算我們兩次的買進的操作績效 哇128% 雖然我說過只要有行情的話呢 我絕對讓我會員賺好賺嘛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你已經賺到僑服了 那我告訴各位有僑服第二的話呢 你的買進難道不會double嗎 你說過了密忘時我說呢 密忘時第二就是建村了對不對 大家的話呢我們高等於會員的話呢 領先做一個佈局後來的話呢一般等於會員也有買 你看看我們的獲利是不是九成是不是完美的操作 這個以上三檔股票呢 這是所有等於會員通都有 好 六項第一 誰與真風 今年從1月份1月17號我買進什麼信用科 它是我第一檔 完全達標的大波段操作的標的 是大波段操作 不是說那個賺什麼 5個percent 8個percent 我就說什麼你看他達標 Lots are 我預測的至少都是三成以上的獲利 今年的話當然第10檔的是什麼 第10檔就是這個原相 原相真的是 李老師破天荒這個史無前例 錢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我相信 應該沒有老師能夠達到我這個最高境界 對不對 因為當天9162買進的直接什麼 想目標價280以上 我請我親愛的高等於會員 我開給他一個什麼空白的支票不是空投支票 上面的金額由你自己填 你要賺5萬 你要賺50萬 你要賺500萬你自己填 而且未來能夠兌現 現在916號我告訴我的高最高的兩個等於會員我說 目標價上看280以上你自己去填數字 你要賺100萬1000萬你買越多賺越多 而且我是前三次都準 不是說這個 平空出市橫空出市 突然出現這檔股票我說 是什麼 什麼第2 然後呢你會有信心嗎 所以我們前面三檔都是賺大波賺第4檔 通常呢我這個 就我側面了解的話 很多的投資朋友說我聽到什麼好像這個標股 一次準喔 你沒有買 第2次準 你也沒買第3次買很抱歉 就開始不準喔 李老師也成績是什麼受害者因為 我有時候也是這個當投資朋友之前的話呢 我也喜歡聽標股聽名牌 奇怪 他第1次講都準然後呢我就想說 咦 第2次的話呢我還是什麼 還是在 這個驗證的當中啊 然後第3次我就相信跳進去完蛋 開始什麼賠錢 所以呢 我是什麼三次都準喔 三次都準的情況下第4次 按照正常的人性來講你絕對什麼 有多少全部all in 說哈 這就是人性所以有時候投資心理學 所以為什麼說同樣的這個 案例的話呢不會出現第3次 這個就是人性喔 人性很奇怪 如果你不曉得投資心理學的話呢 你就會被主力大呼什麼 成為韭菜收割 這是我另外交給投資朋友的什麼 這是我 大概30多年以來操作股票的經驗 好 所以你看看我秀cotion 而且負法律責任 連3個月呢秀倍數的獲利表 我們是倍數獲利喔 不是呢賺什麼3成5成 好 當天買新的獎木牙就是原相啊 我想這個紀錄應該是 將來也不會有人 突破的最高境界 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而且我是不跟主力掛扣的喔 也不跟什麼公司派什麼 有什麼牽連 我覺得做人清清白白對不對 我們賺我們該賺的錢就那麼簡單 我事前預告而且事後驗證哪個老師能夠比照辦理啊 都是事後看圖說故事啊 講漲停滿雙錢要不要 那你為什麼不起賬點告訴我呢 你要不是 這個教科書裡面教說我們要買再起賬點 要在剛剛發動點買 那為什麼都漲到無法一天 然後呢全場每個老師都在講都在歌功頌德 真的非常 李老師非常心寒 因為禮拜二的話呢我稍微看了別的老師節目 每個都有聯亞啊 天啊如果真的有大會員買在起賬點的李老師呢 也是什麼線上祝福之一 可是呢 我相信80%的分析師 就算他講聯亞 會員也絕對沒有買 李老師你為什麼那麼肯定 因為我也是同步分析師啊就那麼簡單啊 對不對看他漲一滿雙應該你都知道他很好啊 但是剛剛起賬的時候呢 你有鎖定嗎 你有大會員買進嗎 我不想擋別人財路啊 好 精確掌握高低點 這個高低檔的轉折啊 難道我沒有事前預告嗎 好 趕快加李老師來LINE 留言政58899就能夠掌握標股的資訊 那明天就是10月5號呢是李老師的生日啊 那當然李老師的話呢也是什麼 應觀眾要求 推出歡慶生日 1加1 優惠方案 我會幫你呢短線來搭配波段 老客戶你是李老師的救會員 你要三級會提前序的話呢另想加碼優惠 那原相第二呢是不是屬於高等級會呢 獨有的個股 你就不要問這個問題趕快把手續辦好就對了 想清楚了 你已經錯過了什麼 僑服 你又錯過了密忘石 你又錯過了建村 你又錯過了什麼 原相 原相第二的主流標股的話呢我真的希望各位的話呢 你要把握當下 趕快 標股的線 080055808 好你看原相的話呢 我說目標價2008以上那來到2008以上我其有不賣的道理 好 9月25號的話呢 開盤前18分鐘原相 於開盤前預掛280到280幾 獲利賣出一半 賣出之後的話呢 尾盤快速下殺 老師原來是被你賣下來的 好 我們的獲利的話呢你看看9月6號9月9號光算這兩次就好 我們獲利呢72% 9月30我本來是說 這邊能追高嗎我告訴各位答案就是債貨利賣出啊 你不相信 歡迎來查理老師的空氣教師呢 這個最高的兩個等級會的話呢有最高賣到285 賣到最高價 PART3你看建村 自盛 宜利店 新富新 原相 一檔接一檔大賺 來電跟上 被動等待的話呢只會措施良機喔 我希望各位的話呢看我的節目 你要什麼冷靜思考 然後呢你去想 如果 我公佈什麼 PART1 PART2 PART3 亮麗的成績單是屬於你的 那該有多好 你已經錯過呢我們三個月呢倍數獲利的什麼 亮麗的成績單 難道PART5你要錯過嗎 劃被動為主動主動出局呢就是所向無敵 今天推出 歡慶生日一加一優惠方案 想清楚了什麼都出國呢 你不曉得怎麼辦 讓我來幫你處理 你要擁有技術股票市場的話呢 你要買牆 然後呢 賣出弱勢的股票 不建議呢做放空的動作 然後呢我會幫你呢短線來搭配波段 你是老客戶你是一條子救會員 要升級或者體驗序員呢 另想加碼優惠 想清楚 你不想錯過 原項第二的主流標 我們的獲利目標呢七成以上喔 你不想錯過原項第二七成以上的獲利的目標的話呢 請你趕快 撥通標課的線 080055808 祝大家 參與盡力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